富贵从哪里来的 富贵是从大行量来的 中国古艳语说的好 量大富大 量小富不大 不可能有大富宝 量大 肯是谁 看到别人有困难的 自己全心全力的帮助 这是大富宝啊 帮助别人自己还留一手 这就是钱贪贪呢 这只有福 这不是修福 一定要像菩萨一样 全心全力去做 佛报就大了 佛告诉我们 财富从哪里来的 从财布师来的 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 从法布师来的 健康长寿 从哪里来的 从无为布师来的 真干 拼命去干 越干越殊胜 有人说 我这么大年岁还在讲经 就干了 讲经 三种布师去做 身体 精神 体力 这是内财布师 得财富 教学 修行教学 法布师 长聪明智慧 听经的人 听明白了 听清楚了 一教奉行 他历苦得落了 这就是我的 无为布师 古报是健康长寿 那布奖经呢 布奖经 受命就完了 那你不起作用了 越讲越有精神 越讲 受越长 就这么道理 你肯舍 寿命就长 不肯舍 寿命就短 就这么回思绪 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 修学 奖经 比什么都快乐 健康 健康长寿 永远不会衰老 都在其中 真正衰老 就讲不动了 你要想 吝啬一点 我年岁大了 少讲一点吧 多让身体 休息 越休息 就越老 越休息 越病 就来了 就这么个道理 哪一天不讲 不讲就往生了 到极乐世界去了 也不可能 在这一天受劳苦 劳很苦 不受这个罪 不讲了 不讲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祝佛菩萨 映画在这个世间 给我们做的榜样 有趣的 这么爱 什么 我 没有 你 你 感谢观看